我经常被很多的这种摄影爱好者追问 为什么你说这张照片好 我却感觉不到 为什么我认为好的照片 你却不认为好 这张照片到底好在什么地方 那张照片如果不好 为什么它不好 我怎么样才能够拍得好 凡此种种的问题 其实涉及到的就是一个核心 那就是好照片什么样 也有一些人认为 说审美其实是一个非常个性化的问题 我们不能够用一些条条框框来框住它 那么如果说继此往后推论 我们得到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美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 但是事实恰恰相反 否则的话 我们在文学里面就不会有那些描述美人的词语 比如说美如远代 鼻弱玄胆 樱桃小口 瓜子小脸 描述的其实就是一个共性的美 所以美一定有标准 而这个标准就是我们想告诉大家的好照片 它的美在什么地方 这是共性 那么实际上我们认为好照片 在两个层面上具有五条标准 第一条就是主题明确 第二条曝光正确 第三条构图优美 第四条意义深刻 第五条触动人心 我们一条一条呢 跟大家解析一下 主题明确 我觉得就不用说了 就是一张照片 如果说你不知道在拍什么东西 观赏者在去看你的照片的时候呢 不知道欣赏什么 那么无疑是很失败的一张照片 所以无论如何 你一定要利用种种方法 让你的照片主题非常的明确 比如说我们刚才所看到的这样的一张照片 那主题是非常明确的 对吧 不用我多说 大家就知道它表现的是什么 同样道理 现在这张照片虽然说拍里有一些模糊 但是大家依然知道 它表现的是一种飞鸟的飘逸 对吧 那么这种运动模糊感 使这种飞鸟的飘逸的这种感觉呢 恰到好处 那么这张照片看起来好像也是模糊的 但是呢 这种模糊让我们感觉到了动感 对吧 强烈的动感 而这正是摄影师想要传达给我们的一种景象 那么这就不用说了 典型的这种风光照片 非常典型 星轨 这是最近一两年非常流行的拍摄题材 那么像类似于这种以美为著称的这种照片 我相信大家一看就知道想要表白是什么 那么这个如果说要给它起一个名字 我觉得应该是爱的呼唤 水下摄影 水下摄影 以人像为主的水下摄影也是现在的流行 那么这里虽然说拍摄的是一个背影 但是主体非常的突出 所以说呢 我们也知道它传达或者说它表达的意思到底是什么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构图优美 首先看第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在水面上拍摄的时候呢 那么它采用的是什么构图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 好 大家可以看到 那么我们的视觉焦点聚焦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水面上正在玩耍的那几个孩童 对吧 而它的位置呢 恰好在它的黄金分割点的位置上 构图非常的好 那么在这也是一样的 大家看一看它的构图 对吧 这个一对相恋的爱人 那么他们的头部在左上方的黄金分割点 而太阳呢 在画面的右侧黄金分割点 起到了相呼应的作用 那么下面的这张照片 大家看一看 水面的小木桩 那么它实际上呢 是在我们左侧的三分线上 对吧 然后倒影对称 以我们的圆心的那条水平线 呈现一种对称 而水平面呢 大家注意水平面在我们的上面的三分之一处 所以说呢 这张照片构图是经过精心的布置的 正是因为这种精心的布置 使这个画面呢 感觉起来非常的协调 优美 那么这张照片 我们再去看的时候呢 目光自然而然呢 就会被聚焦到远方的太阳上面 为什么呢 因为它使用了框式构图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小喇嘛 对吧 他们在看什么呢 让我们看他的视线 对吧 那么这个呢 就是叫做无形的这种视觉牵引的一种构图的说法 那么这就很典型了 这种 透视感很强的 它其实拍摄的是一个地铁 那么这也是一个框式的构图 前面的门框 很优美的形状 将后面的建筑的造型呢 框在了里面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曝光正确 曝光正确 其实也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 毫无疑问 我们的摄影实际上玩的是什么呢 就是光影形色 对吧 而光影其实涉及到的就是什么呢 曝光你要正确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样一张飞鸟照片 对吧 那么由于它将水面呢 形成一个过曝 所以说呢 使前景比较的黑暗 那么整个画面呢 你能够感到一种古典的这种画意感觉的这种效果 那么这里也是一样 注意看这个雪白的狼 要把这只狼和雪景都拍的白 但是不曝 这是需要功力的 因为如果说稍微的过一保 那么相当于它狼身上的白毛的地方 以及白雪地方呢 很可能就没有细节了 那么这是难点了 那么这里也是一样 这是一个现场照片 对吧 那么现场照片 我们想表现的是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现场的这种热闹的气氛 但是热闹的气氛 如果没有观众 很简单是很失败的 所以说观众这块呢 曝光需要整确 火焰这块呢 曝光也需要整确 那么在这儿 大家注意它的前景 中景背景 比如说背景处 光光芒四射的这种感觉 表现的特别好 那么大家现在所看到的这些照片 无一例外的都是光和影呢 用的特别的妙 所以说呢 才成为佳片 那么这就是我们想要强调的光影的魅力 大家看 那么现在这些照片都是的 这只蜗牛 大家注意看 它拍摄的时候呢 是蜗牛的壳是属于是半透明的 大家注意到半透明的 那么重视由于这样的一种效果呢 使这个画面呢 感觉起来玲珑剔透 对吧 那么这张照片呢 注意看前景处的这种石块 它的细节表现特别好 石块的纹理 那么这是想要表现的一个重点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就是其实它是一种摆拍了 这是一个题外话 就是你要去丽江拍摄的时候呢 总可以找到这样的一些愚梦的老人 你给他一些就是劳务费 那么他就能够摆出这各种造型来供你拍摄 这个是题外话 但是呢 我们在这里面想要看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光影的这种配合 前面的这个小鱼灯 照亮了老人的脸 和背景的这种暗调呢 形成了反差对比 那么这是落日余晖的感觉 我相信很多同学家里面呢 都饲养了猫 对吧 大家看这个猫在拍摄的时候呢 你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 使用这种手法 大半部分呢 都阴没在了这种阴影之中 但是呢 猫的眼睛感觉起来呢 炯炯有神 这就是光影配合的魅力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一些照片呢 是法国的一个非常知名的摄影工作室 那么他以光影著称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照片呢 我相信大家都能够看出来 都是一些大明星 对吧 那么这些明星以在这里拍摄为傲 如果说你的上流社会没有在这样的一个摄影工作室拍摄 那么是掉价了 而且这个工作室的拍摄价格非常的昂贵 那么他为什么昂贵呢 就是因为他能够用到很妙的光影 能够重新的将你的面部塑造的更加有性格 下面我们解释第三个点 那么就是意义深刻 我们所有的照片如果说美就美了 但是呢 不能够让人家去怀念 那么这张照片可能也是不是很完美的一张照片 例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样的照片 那么他其实是一次摄影比赛的获奖作品 这张照片说看起来其实平淡无奇 但是呢 仔细看 他的镜头里面呢 映射了很多彩灯 那么这个彩灯啊 其实并不是普通的路边装饰 他是一次板神地震纪念活动时候的灯展 95年的时候呢 板神大地震官方呢 统计有6500人死亡 为了纪念这些亡灵 每年12月份的时候呢 就在神户举办灯展 有200万盏以上的灯 点亮来去悼念大地震的一些遇难者 那么经历过这段历史以后 如果说你再去看了这张照片 我相信呢 他赋予人类的呢 是不一样的意义 所以说的话呢 就是那么这张照片的意义呢 其实是很深刻的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 这张照片呢 我没有找到原片啊 这张照片是我翻拍的书上的一种照片 我为什么一定要拿这张照片呢 因为我觉得这张照片真的是意义非常的深刻 而且 他还符合了我们的一些构图啊 包括他的这个主题啊 光影啊 这样的一些概念 我们首先可以看到呢 就是从垂落下来的这个冰柱上面呢 滴落了很多的水 对吧 那么这寓意着什么呢 这些冰都在融化 对吧 那么这些企鹅呢 堆成了一堆 好像感觉起来呢 非常的无助 这些冰就像坚韧一样的 随时可能会扎下来 那么这种很深的隐喻 其实呢 就是告诉我们一定要保护大自然 否则的话呢 当气温升高的时候 这些可爱的动物 会面临到灭顶之灾 那所以说呢 这张照片 无论是说是在利益上头 还是在表现手法上头 我觉得都堪称一绝啊 这是应该是当成一个标本 来为大家学习的一个好照片 下面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组照片呢 也是一个挺知名的摄影师 挺知名的摄影师拍摄的一组照片 那么他拍摄这组照片 是想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 他是想表现的是 在中国 在中国有五千万儿童 没有跟父母生活在一起 他们被我们称为留守儿童 而他呢拍摄了这个摄影师呢 拍摄了一组若干章这样的一个 留守儿童的这样的照片 并且呢 拿到了摄影比赛上去 最终呢获奖了 因为他表现的题材呢 足够的深刻 对吧 在空空荡荡的家里面 这些儿童呢 正在孤独的跟着一些 我们看到的一些 冷冰冰的玩具玩耍 那么整个的这样一个照片 所反映出来的这种思想内涵 包括情绪 我相信是能够打动很多 为人父母者的 这正是这个照片的出彩的地方 好下面呢 我们再看同样是这个作者 同样是这个摄影师呢 拍摄了另外一组照片 那么这组照片的名字呢 叫做西湖边的一棵树 这个照片其实拍摄起来非常的简单 那么他就是每天去这个地方 对着这个树拍摄一张照片 然后呢 他总共拍摄了有三年 拍摄了非常多的照片 然后呢 从这些照片里面 我们其实看到的是什么呢 看到的是时光 对吧 我们说时间是能够打败一切的 那么在这组照片里面呢 就是非常先动生活的 表现了这样的一个主题 树还是那棵树 而人永远不是那个人 场景还是那个场景 发生的故事永远不会重复 在我们慢慢的生命场合中 我们就像一个快速滑动过的场景一样 被这棵树永恒不变的见证 也许从这个树 也许从这棵 呃 场景啊 我们能够发现生命的意义 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去生活 那么这组照片呢 大家也可以上网搜一下哈 他的名字就叫做西湖边的一棵树 然后这一组照片呢 获得了合赛的三灯脚啊 那么下面我们所看到的这张照片啊 他是什么呢 他是我相信大家 我不说大家也能看出来 他是什么 他实际上是保护犀牛 对吧 因为现在呢 用犀牛做那些收藏品的这种盗猎者太多了 那么为了保护犀牛不被杀害 人们不得不割掉他的这个脚啊 因为没有脚的犀牛是没有猎杀价值的 所以说呢 他能够舍脚保命 但是我们要知道脚是犀牛呢 啊 捍卫自己生命的一种武器 对吧 当两个犀牛或者说他与其他的动物在去搏斗的时候呢 他必须要用这个长脚来去战斗 那所以说失去脚的犀牛到底命运是怎么样的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呢 他确实能够从枪口下脱逃 好 那么下面我们看到的一个标准呢 叫做触动人心 刚才我们讲到的是什么呢 意义深刻 但是你说有没有深入到人的灵魂深处 或者说呢 人的内心之中呢 我觉得可能还差那么一点点 而下面的这张照片呢 我相信能够触动人心 那么这张照片呢 他的这个标题叫做突音于小女孩 是摄影师凯文卡特来到一个非常贫穷落后的国家 苏丹采访的时候呢 所拍摄的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非常致命 非常非常致命 是有一天呢 他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令人震惊的场景 一个小女孩实在是饿得走不动 他在爬着向这个苏丹的这个食物救济中心在爬动 那么蹲在他旁边的秃鹰呢 看到了 以为这个小女孩呢 可能将要死亡 所以说他就静静的站在那里 等待着那一刻 这个场景是如此的残酷 以至于当播放出来以后呢 这个虽然说他获得了普利策大奖 但是如潮水一般的这种对他的谴责呢 将他逼到了自杀的境地 最后呢 他确实是自杀了 因为大家都会指责 你为什么不去帮他 那么这张照片呢 也是反映了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 战争带给人们的伤害 我们可以从人们脸部悲伤愤怒的表情里面 以及他们所怀抱的那个已经闭上眼睛的儿童 两相对照 我们就可以知道战争带给人们的伤害是何其的深重 那么这张照片呢 看似很平常 但是实际上呢 也并不平常 这张照片说的是什么呢 说的是一些人 他们拿着手机去寻找他们的这个信号 那么这些人是什么人呢 这些人实际上是来自于贫困的索马里地区的人们 那么他们企图呢 去前往欧洲或者去中东呢 去找一些更好的生活 在原木之前呢 他们会选择吉布提作为中转站 而吉布提的信号呢 非常差 所以说他们每到晚上都会举起手机 去寻找那微弱的信号 而用着微弱的信号 来与家人进行沟通与交流 那么这里也是一样的 叙利亚的难民想逃脱战争 那么他们的方法呢 其中一种就是偷渡 在这样的一个茫茫大海里面 灰暗的色调 仿佛隐喻着这种灰暗的人生 而前方的太阳虽然说非常大 但是感觉起来遥不可及 在这种对比之下呢 人类显得非常的渺小 在命运的前面呢 我们努力的去抗争 但是呢 终归何处不得而知